主要就是可以用切換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當然日照時間就index等於0 一直到底下的話應該是第9 所以0到12 那只要變更什麼 主要最重要是變更 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index的值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 只要怎麼樣 只要把這個index的值變更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重新再 恢復到原來 我剛剛寫了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要怎麼樣可以剛剛好 可以符合我們要的結果 下載氣候 原來應該是這邊沒有一個回圈 本來的這個地方前後部分 那原來的這個地方主要是在 在我們要 從這個地方切換 外面的話包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呢怎麼樣包個回圈 首先的話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第一個 乾脆我把這個 重新再 第 這個單元 把它改成下載降雨量 把它改成下載氣候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最重要的話最重要是這個地方 下載 降雨量的 它的index 是第9 實際上它的位置是第10 因為從0開始 那我們如果說 跑一個回圈的話 那是不是 就是直接把這個地方 變更就好 那變更的方法 第一個 就是 假設我把它改成0的話 那它下載 理論上應該會下載哪一個 應該會下載 這是日照時速 那再來的話 下載 第二個 如果把它改成1的話 就下載 最低氣溫 可是喔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 當然不可能說我一邊 執行程式的時候 假如說我現在改成0的話 執行 它理論上應該是下載的是 這個日照時速 OK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應該是 下載成功的在這裡 那我不可能說我今天再新增一個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去執行一次程式 這程式的話 就把這邊再改成1 改成1的話 那當然 它一定是 換成最低氣溫 最低氣溫是這個 12點 最低氣溫 看一下 執行 切到最低氣溫 資料下載下來 你可以看到 歷年來 最低氣溫 台北 最低氣溫 平均是14度 現在已經低於這個數字 而且會不會更低 很難說 會不會再低一點 然後 如果又有點雨的話 雨的話馬上變下雪了 OK 可是應該理論上不太可能 好 也就這樣啦 如果說我今天 一直變更的話 那不對呀 如果說每次都在改 那改完之後的話 再一個的話 那豈不是 跟 這個 這個土法煉鋼 沒什麼兩樣 有啦 有快一點啦 OK 只是說如果今天希望 我不要土法煉鋼 我希望能夠動態 幫我變更的話 那該怎麼寫 這裡的話 第一個 我們可以在 這個城市的外面 包一個回圈 那寫的方法特別注意喔 這可能 要稍微注意一下 應該是什麼 連 產生IE亂器 這個都固定的 連結到那個網頁 是固定的 最 可能需要 應該是這個地方 這個 等待的時間的下一行 切換的地方 我們在這個切換的上面 這一行喔 就是等待的這上面 增加一個回圈 那因為我要跑的數量是從 這個 0 0 到這個應該是12啦 總共13個 那所以呢我就可以寫一個回圈 for i 一般習慣是用i啦 不過因為底下 這個回圈已經 有用過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for for 等於 0 到 12 Enter兩下 Diagonist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 0到12之間做變化 那接下來 先把回圈寫出來 再把我要做的事情 從哪邊到哪裡 就這一段 底下 一直到那個什麼 自動調整 這一段喔 把這一段 成是怎麼樣 把它 放到這個回圈裡面 意思說我要重複讓它做 一般習慣是 選起來 然後呢 拖拉直接放到這裡面來 OK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我要避免說 我這邊 如果我把它放進來之後 我不知道頭尾在哪裡 所以一般會把我放進來的東西 的程式按個TAB鍵 選起來按TAB 讓我知道說 我的頭在這裡 fall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意思說 重複做的事情 就裡面的事情 那再來的話更改什麼 把這個index 改成K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它會怎麼跑呢 它會 幫你跑 總共13次 0到12嘛 跑13次 然後呢 第一次的話呢 這邊 把K放進來就0 所以它就下載第一個頁面 然後再換成1 再換成2 再換成3 一直換到12為止 不過 還有第二個問題 可是我樓線在執行的話 它會怎麼跑 它會跑啊 可是問題 它跑了第1次之後 0 跑第2次之後的話 它又會 它會把第2個蓋到這個工作表 所以喔 第3一樣蓋過去 所以呢 理論上我們應該 在下載下一次的時候呢 要先開一個新的工作表讓它放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在回圈的下方 做第2件事情 就是你要下載之前 可能要先 跟著一下 應該是放在 第一次嘛 因為第一次空的嘛 然後當我回圈跑完NAS的上面這一行 應該在這裡才對 新增一個工作表給它 因為我要 新增一個工作表 再把資料放在那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這樣好像比較合理喔 所以喔 如果我要新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可能要學會 使用所謂的蓄持物件 這個蓄持物件的工作表物件 點什麼呢 它有個add的方法 add add就新增了 那新增到哪裡喔 它會問你說 你要放一個新的工作表要放在前面還是後面 那我要放在後面的話就 這個after 我要放在目前工作表的後面喔 裡面應該這樣OK的喔 好所以喔 簡單整理一下啦 其實我剛剛呢 主要 增加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 回圈 for k 等於0到12 再來的話呢 在這個NAS的上方 增加一個 新增工作表的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這到底會不會成功喔 這邊 設個中段點 執行一下 最後喔 記得我少寫了一個 IE 點 Q 就要關閉它 不然最後IE好像一直都沒關閉 然後就開太多個了 再手動關一下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我們試試看 會不會成功 第一個 先把它清空之後 連到那個網址 OK 然後呢 它就等待了3秒 OK 接下來的話呢 橙色停在這裡 那目前K等於 沒有東西 執行的話 K等於0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先切到 這個清單裡面的 第0個 所以這邊刨 第0個看一下 對日照時間 沒錯 日照時數是0 然後呢 把資料帶出來 停一個1秒鐘 然後呢 把裡面的資料全部抓下來 抓的方法跟前面一樣 好 全部抓下來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一直跑了 你會發現 底下這個 這裡有沒有 也就是他抓一個之後呢 他幫我新增一個 放進來 新增一個 放進來 新增一個放進來 底下 有沒有看到 底下呢 就有這麼多工作表 這是第1個 這個第1個應該是 檢查一下 這個應該是 日照時數吧 對沒錯 83.1 80 沒錯 第2個的話呢 應該是最低氣溫 最低氣溫的話 應該是放在 這一個 看一下 看起來好像 沒錯 12.7 13 只是他變成 好像把小數點拿掉了 14.7 也OK了 再來是這一個 5 這個5.5 是什麼 再下一個 最低氣溫 如果小於10度的 有耶 1月份曾經2度 OK 小於2 其他這個0 應該這個應該是什麼 0度不是吧 應該是沒資料吧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就一個一個 幫我把資料 一個一個的工作表 放過來了 但問題不對啊 最後做完了 是有資料 一個一個幫我下載了 但是問題 這個名稱不對啊 所以名稱要怎麼 最好是什麼 我新增的那個工作表 然後名稱也幫我改了 是最好的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先講到這裡 因為 這個已經有點難了 我再把那個重點回顧一下 1 我們是直接拿那個雲端上面的這個程式 就是降雨量這個程式 然後呢 複製貼過來之後呢 改一個氣候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在那個 Application點位置 下面增加一個for回鍵 4K等於0到12 然後把中間這一段程式呢 後面加一個NAS 移到 這個中間來 按Tab 並且呢 在最後一行 新增 有沒有 新增工作表 這個還蠻常用的 叫 要點Shift.add add就是新增工作表 到目前工作表的後面 OK 那其實應該在這個底下應該是relang 重新命名 但問題來了 我這個名稱在哪裡有呢 名稱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最好是一次就抓一個 一次抓一個 但問題喔 這個名稱我們當然有幾種固定的話 當然幾個方法啦 如果你偷懶的話就是什麼 直接拿什麼 拿上面這個名稱 直接弄個正列算了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把這支要抓到 另外一個方法啦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在這裡 那你可以用Ctrl-F 尋找 尋找什麼 小於 這個東西這個標籤叫 All option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有 1到65 等於是65個option 那你會看第1個是 第1個是這個選擇限式 第2個第3個 那它的位置應該在 倒過來 從後面應該在比較後面 它應該在這裡 它的位置在 53 54 55 一直到65 應該到65吧 對 到65啦 所以呢 可是它的index 是從0開始 所以變成這個數字要-1 因為它是 這個數字是1到65 那如果我們將來抓它的資料的話 是從0開始 跟那個table的標籤一樣 從0開始 所以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要抓option的話 你也可以用 類似的方法 by tag name 然後呢 抓的時候 刮戶裡面 你就給什麼 給這個網頁裡面的第幾個 那應該是從 53的話 應該減1 52 62 60 到一直到 到65 那就減164 那也可以抓到這個名稱 如果可以抓到這個名稱的話 那勢必呢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名稱給變更了 就OK了 事實要怎麼做 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都可以 抓得到這上面的訊息 那自然而然的話 它也可以完整的 被你 翻譯到 那個Excel 那這樣好處就是 以後 網頁資料 等於Excel資料 就可以辦得到了 OK 如果你可以辦到這一點 那也算是一個技能 這因為現在很多人都需要 不然的話如果你不會這樣做 每天就突發煉鋼就好了 你跟每天就找一個人 每天就幫你複製貼 那這怎麼划算呢 如果你今天要找一個人 你要複製貼上 還是要會寫程式的 寫完程式就OK了 我寧可付多一點的薪水給他 我也不要說找一個 每天做 我可能要找不只一個 可能會寫程式的人的工作的效率 跟不會寫程式的工作效率 那簡直是十萬八千里 更何況以後可以寫成AI的話 那更是又是差距太大了 所以如果你將來希望 你的那個 價值能夠提升的話 也就是你的薪資能夠提高的話 當然你老闆不可能 莫名其妙給你加薪的 前提是你需要 真的要是兩把刷子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所以我剛剛講的部分 請各位 試著改改看 我是利用雲端上面的下載 語量的部分 做修改 試一下 那一樣 待會我會把那個 我改完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 試試看 先做一個練習 比如說一樣 Create object 所以你會發現以後 如果你要抓資料 假設你不確定說 你寫的對不對 可以在旁邊先寫一個 也許我寫一個sup 名稱叫什麼 取得名稱好了 取得名稱 然後我要做哪些事情 你可以拿上面這個 甚至clear 這個可以把它拿 這些都一樣 上面的都一樣 OK 然後把它貼到這裡下 也就是我一樣去零到這個 只是差別是說 然後我要取得的 那個資料 請你幫我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 OK 那這裡的話 就是什麼 Sales 儲存格 第一欄的 第一欄 第一欄的 A欄 就是放在這裡 等於什麼呢 這裡面要放什麼 那放的方法的話 其實就是 什麼的InnerTest 那我們如果要抓的話 假設你有些地方 不太清楚 你可以用 前面我們做過的這個 Set 有沒有 我們前面是 取得表格 那你可以取 表格的這個同樣的語法 只是說呢 把這邊後面改成什麼 改成Option 有沒有就是 這個Option的話 指的就是 在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這個名稱 甚至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點兩下 複製過去也都可以 這Option 那 我給 抓到的位置的話 這個是53嘛 那它從0開始編號 所以 可是網頁是從1開始編號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1 那我們就是 假設要抓到第52個 那其實你可以寫成這樣 前面名稱 把它改一下 這個 這個變數名稱我把它改成OP好了 OK 然後我就怎麼樣 把抓到那個東西 把OP裡面的文字 裡面的文字 它外面是標籤 裡面的文字叫 Innertest OK 裡面的文字 其實沒有 Innertest 就這個 把裡面的資料呢 幫我把它抓回來 Innertest OK 那我們 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執行 裡面可以看到 日照的 有沒有 裡面的這個 標籤裡面 我假設可以 抓到日照時數 這四個字的話 那表示我 可以抓到這個上面 這個名稱 所以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 你可以清除掉 然後連線 一樣的話呢 其實這個Visible 可以不開 沒關係 然後 等一下三秒鐘 抓回來看看 能不能在 我們的 第一列的 DA欄 裡面是不是這個資料 OK嗎 看到 日照時數出來了 如果要全部抓的話 其實你可以 甚至你可以在這邊 寫個什麼 寫個回圈 For I 等於什麼 第52 到 第 60 是 是吧 Enter兩下 把他全部抓下來的話 Next 然後你就可以把 這個放在這裡 然後把這邊改一下 那我就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I就可以了 他就是先抓這個 那放的話呢 你幫我把他放在 第I個嗎 如果放I 那他會變成放在第52列 所以把他減好了 減掉51 51 51的話就從1開始 幫我第1列 第2列第3列的放 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把他倒車回去看一下 這樣OK 先抓第52個 那是不是日照時間 這個先把他刪掉一下 是不是 是的話呢 那就對了 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53 53幫我抓下來 放在這一個 最低 所以其他全部跑 有沒有 這些就全部抓下來了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當然我可以把這兩行的東西的概念 把它放到哪裡呢 把它放到 我這個程式裡面 做名稱的命名 變更 這樣就可以完成 那改哪些地方 特別是用 1 一樣 我們可以把這個名稱 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名稱 取得的方式呢 理論上應該是抓到第1個 變更第1個工作名稱 一直來推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 各位可以先試一下這個 我把這個程式 一樣 放在那個雲端 的白板 上面 這邊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看時間會不會 剛剛好下課 OK 所以 底下的話 當然 如果你這個方法OK的話 那當然 你就可以把它做變更 那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底下 那就是直接把這個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點NAN 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個的名稱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可以把 這邊求取得的 資料 丟到它的名稱 自然而然 就可以把 所有的那個工作表 通通都變成一個名稱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執行做 可以把所有的那個 資料 一次性的就可以把清單 所有的那個相關資料就可以取得了 剩下 我想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那我把程式貼上去 你們先亂亂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話 就 先 講到這裡 然後 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那個 這個部分 還會不會很新的 我就會想要 就是 把訊息 我可以讓我們要把這個 製作 製作 製作